《索水》有所改變的 一直那些物料的發展又改變了 加了Dickleton Conlon 就是事之纖維 令到他不愁 不縮水 那就有道好處 但是縮水是舊式的純麺 吸行好些 但現在的材料就快乾了 一路發展物料的發展也有很大的改變 過去我們一路傳統用一些比較厚的面質的物料 來做體育服 其實我們覺得來到現代有很多科技的物料 特別在布料上面其實有很多很大的突破 有些叫體感溫度 小朋友穿了那件衣服 其實他的體感溫度是會降低的 這些功能是否可以加入在我們校服上呢 是否有時候校服和我們的校規有一個緊構 例如我們小朋友穿的校服鞋 是因為我們規範他一定要穿黑色皮鞋和白色的運動鞋 其實我們是否可以開放這件事 因為我們知道一個小朋友 星期一到星期五他都喜歡跑和跳 我們是否可以融洋他每天都穿運動鞋呢 甚至乎運動鞋是否一定要全白呢 其實這也沒有一個真正的意義在這裡 留一個彈性給家長 去為他小朋友穿適合他那天的溫度 適合他體質的一套校服的保暖紋衣 其實我們都已經很幫到手了 所以我們都要穿得比較時尚的 趨勢的方面 更加是時尚感 因為學生都是青少年 所以都需要穿得比較時尚一些 現在是趨勢比較日式 或者是韓式的感覺 至於財展那方面 我覺得都會比較適合一些 不會好像是二千年 或者是一九十年代 那麼寬鬆 是這樣的 校服始終是一個 identity 可以容養校服有變化的話 其實就已經可以保持到 校服的存在的意識形態 如果在校服裏面 我們可以再細心想 多一些設計的元素 讓學生和家長 真的愛上這套校服 穿上一套校服 是他們的擁有感很強 是很 proud of 這套校服 其實都是一個挺有趣的畫面 在校服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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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 要在校服裏面 學生是一個很大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